在这个开放平台里面怎么找 你可以按照类别找 你可以比如说你想要了解有关生育 像现在为什么少此话 那你可以推就有原因 少此话的原因在哪里 常常同学说 是因为房子太贵 房价太高 低薪 还有什么吗 有没有什么关联性 那你会发现 如果房价 那其实在这边也可以找到 因为这边有实价登录 实价登录里面就会有 房价的这个所有资料 那你可以做整理 另外低薪 那低薪里面也有 主计处的那个 就是上班族的所有薪资的资料 那你也可以统计 所以你可以把这些资料掉出来之后 你跟我告诉我 老师我觉得对 因为那个最后做出来的结果 就是反映说现在的房价太高 薪资太少 还有什么 除了这些还有什么 为什么不生小孩 还有 不是啊 你们自己去想 OK 诸如此类的 也就是说 还有啦 另外我发现 比如说像交通太乱 对 你会发现像外国人来台湾 第一件事就觉得台湾太危险了 而且日本日桥协会就直接发布给那个 他们的桥民说 千万小心 如果要来台湾的话 一定要非常注意交通安全 因为在这里不像在日本那么安全 因为真的他们还发布这个讯息 不过这个我是可以感受 如果你们去过日本大家就知道 日本其实相对起来 还是让你比较放心 因为人 你车会让人 但是台湾是不一定 OK 而且很多是很恐怖的 OK 哪怕你是过马路 人行道的话 还是要小心 其他的话 还有像最近的议题 像伏兵议 到底要不要延长到一年之类的 或许你们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另外就是像什么 就医等等的安退休 其中的话 另外还有什么窃盗 所以后面我们有一道题要做窃盗 窃盗是说呢 那我想知道一件事 就是台北市的治安到底好还是不好 那住宅方面的窃盗案件是否增加 历年来像那个什么呢 比如说柯P上任之后 好像柯P好像104年上任 然后他上任之后 到底台北市的住宅窃盗案件是增加还是减少 对不对 我也想知道答案 那其实答案都已经在开放资料里面有了 只是说呢 你可以发现点击进来之后 这边呢就会有个下载 那但是他提供跟各位讲 如果是CSV的话 你可以直接下载 有没有 就直接可以打开了 那打开的话理论上应该 就可以直接用了 不过会有一些问题 打开的话可能会是乱 但是如果你电脑是最新的版本 那就不会是乱码了 像我们这边电脑应该是新的版本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是UT8 UT8的话如果是旧版 所以如果假设你们的电脑不是最新版 你下载这个资料 他应该打开来会是乱码 那如果你要解决那个乱码问题的话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那个下载的档案 下载那个档案 改一下编码方式 你按右键 这边有个开启 记事本 也就是说你CSV其实就文字党 你可以把它用 这一个记事本打开 按右键开启之后 另存新档一下 如果你假设开启发现是乱码的话 请你把那个什么 编码 另存新档之后 把编码方式由UTF8 改成ANSI 再存档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如果 不过因为我们现在 学校的电脑 E-Sale是最新版 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你不是最新版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做这件事情 再用E-Sale开 那就不会是乱码 所以这边跟各位讲一下 当然你可以发现 假设我举个例子 假如说这个是关掉 那如果说我想知道 到底历年来的那个案件 是不是增加还是减少 科匹到底对于这个治安上面 有没有贡献 那住宅是一个指标 那你会发现 Ctrl向下 Ctrl向下的话呢 它就会告诉你 这总共有几笔资料 那问题来了 我想要知道的是历年 历年的话呢 其实就是104 105 一直到110 111好像没过了 所以我们就先 所以第一件事情你可以怎么样 先用什么 先用这个 因为日期里面有年跟月跟日 所以你可以在旁边插入一栏 然后这边可以多一个叫年的 因为如果要统计是历年的话 那顾名思义一定要黏这个栏位 如果没有的话你把它变出来 可是黏它的资料在前三个嘛 所以你可以用什么 可以用那个文字里面的什么 Labs 可以去切前三个 OK 不过你会发现 因为它这个资料靠右对齐 其实它是数字 那用Labs的也可以 只是说你会发现 你点它这个日期的话 本来它应该是数字的 可是你把它放到Labs之后的话 它其实会自动帮你转换为文字 前后帮你加双语号 其实本来是没有 它放过来它自动帮你转 才能切 然后我只要三个字 所以你按确定 你会发现它103变成文字 按确定 那就会103的 这个年 那你把它向下填满 有没有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103一笔资料 104有几笔呢 当然不是叫你算 你说老师我知道 104的话 就是从哪一个呢 我从那个第几笔呢 第三笔 然后一直往下算 因为它按照顺序 103到哪里呢 把这个笔数加到这里 所以把它104 然后减掉2就好了 689减掉2 那就687吗 然后你 不过坤会讲 如果你是这样算的话 那太浪费时间 交给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呢 很重要哦 Excel里面很厉害的一个功能 就是插入一个枢纽分析表 现在满讲就是做报表 其实报表就是用枢纽分析表最快 所以如果你以后进入职场 枢纽分析表会用的话 真的可以让你找下班 另外的话呢 数纽分析表做完之后 还可以画图 那如果说以这个年啊 有那个时间轴 那一般习惯会把时间当成是Excel 然后呢 数量当成Y轴 如果希望哦 把资料变成图像 其实一般人比较喜欢看图像 最好是什么 折线图出现 那这是最好的 那怎么做 其实跟各位讲 如果你会用数纽分析表的话 很快就出现了 点它一下 按确定 然后呢 你把年怎么样 拖拉到列 把年再拖拉到值 这个就是我们栏位 其中有一个栏子年 那你会发现呢 这边就显示出来了 104年 687 有没有 你不用算啊 这边就有了 105 663 106 559 看得出来 好像应该是什么 他刚上任的时候 好像降的比较少 好像 再到底下 降的越来越多 哇 所以到底是 科B上任之后 改善的 治安吗 还是什么 不过这个当然只是 数据的其中反应的现象 因为这个是 一手资料哦 绝对没有天油加醋的哦 这个东西说真的 应该是比较客观的 数据会说话 我们不是说我们随便说的 但是你会发现啊 最好103有点怪怪的 这好像多一笔啊 所以多一笔怎么办 其实一般习惯上面有个按钮 把它按下去 把103勾掉 111 其实好像也还没有完整 所以把它勾掉 所以如果要统计的话 基本上就统计104到110年的资料 报表都出现了 所以以后老板问你说 到底台北市治安 是越越好还是越不好 请看答案 但是问题来了 其实也够清楚了 可是说真的 如果可以把报表 变成一个折线图的话 哇 那应该会更棒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变折线图的话 请各位看一下 在这边就有个叫枢纽分析图 也就是你做好之后 再把它按一下这个按钮 改成折线图 这边就出现了 折线图呢 你可以用有节点的 还有资料标记的折线图 然后呢 你就直接在这边按确定 折线图呢 就出现了 OK 然后你会发现 横轴的话呢 就是时间 纵轴就是数量 这样够清楚了吧 如果你还要更棒一点的话 可以把这个 折线掉 然后上面标题的话 可以把它改一下 点一下就可以改 例如说什么 历年 历年的什么呢 卸到 按键 然后什么呢 折线图 好之之类的 OK 折线图 然后呢 你可以把这上面的 再把它点一下 或者是把上面的 事实上再放大 缩小 这些都可以了 然后填一个颜色 填颜色好像不要乱填 填一个漂亮的颜色 填换 反正是这样的 马上就会有一个 很直觉的一个图出现了 会花很多时间吗 对 其实倒也不会啦 所以以后有些事情人家会问你说 那个你去抓什么资料回来 然后帮我统计什么资料 报表马上给我 可以吗 你要多久时间 老板可能会问 OK 你可能回答说 可能要三 三分钟吗 好 OK 老板的想法是这样 三个小时 因为有点太差了 三天 那你应该明天不要来了 OK 所以 那有时候工作上面就这样 要怎么样提高 所以我刚刚讲的重点 跟各位讲 刚刚其实 把这一题 也许你们可以练习看看 也就是说呢 请各位 第一个 可以到政府的开放之下 找找看 我只是举例 切到 那你会发现 除了台北市之外 还有新北市 还有桃园市 还有各个县市 有没有 这边一堆 那甚至你可以进阶筛选 可以根据不同的单位 有没有 然后其他的类型档案 可以设定 然后或者甚至你可以找什么 找交通 还有刚刚讲的 找什么 找 房价 找薪资 有没有 你也可以打薪水 薪资 那他会显示出来 或者物价 最近物价涨 那你也可以去统计一下 然后下载完之后 记得我把它放进来之后 先增加一个年的栏位 因为将来 如果你要用 枢纽分析表的话 那你一定要先增加 你要统计的这个栏位 然后给他之后的话 他就会帮我产生 需要的东西 那你可以把它这个年拖拉到年 年拖拉到这里 然后年拖拉到词 然后并且用筛选去掉 103跟110 最后的话 显示出结果如果要涂的话 你可以再到 这边有一个叫 枢纽分析图的地方 那你就可以马上把它涂像化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有些东西 因为有的时候 你说老师为什么要涂像化 为什么要报表 很简单 因为有的时候 一个公司要做决策的时候 要做什么样的决策才不会错误 那当然会需要从数据里面 去捞到一个最后的一个报表 跟一个图形结果 然后你才有办法去做一个决策 比如说商品好了 如果说你画出一个折线图 发现这个商品 每个月 或者每天好了 每天的那个折线图 它的业绩 销售数量一直往下掉的时候 那当然你就要思考 哪些的销售量 它一直往下掉 那这个商品 当然你就要思考说 到底要不要再进货 或者说要不要找其他 就是这个这个商品 不然的话如果你大量进货 那是囤货 再卖不出去 那我们就赔钱了 所以有的时候 老板当然也是要赚钱 所以其实他会不断去分析 这个资料背后 有没有一个趋势 所以把趋势找到的话 当然相对这家公司 尽可能就可以趋吉避凶了 有没有 所有东西都是大卖 一直都线都往上 往上 如果往下的马上换掉 换新的 这家公司应该业绩 不可能太差 就会说有些公司老板 完全不管 好的坏的 通通都进过 那在最后当然就赔钱了 OK 那如果赔钱当然 没办法给员工好的薪资 这当然是相对的 这个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讲到的这部分 练习看看 那我当然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我们的其中部分 请各位第一个 利用 这个 我们上课所学的 包含就是函数 去期VBA 把它融入到报告里面 最后的话 还要加两个东西 一个叫枢纽分析表 一个叫枢纽分析图 最后的话 再写一些新的报告 那个报告的话 就是说 我预期 比如说假设 刚刚那个台北市住宅签到 我在还没分析之前 我觉得 自然应该是变好 变不好 比如说我预期 可比他这个人 散散漫漫的 好像应该治安会越来越差 才对 因为底下的人 好像都不听他的 就是假设 就是实际的 所以我预估 我推测 那个历年来的治安 应该是越来越差才对 而且最近新闻报导 一直觉得 这个台北市的满意度 是六都里面最低的 各位应该有看到这个新闻 所以理论上 大家应该 为什么会满意度差 因为治安不好 然后呢 那你就是找到资料 然后呢 开始就分析 那分析过程大概叙述一下 然后最后得到的结果 跟我原来预期的刚好相反 跟满意度刚好是成反比 所以哦 治安变好 满意度没有增加 这什么原因呢 OK 所以其实 你还是要再找背后的原因 为什么 所以满意度难道跟他的施政 是有正相关吗 也就是一个会做事的人 满意度不见得好 那什么样的满意度才会变好 所以可以去思考这些问题 所以 那主要当然是 有图有真相 数据会说话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刚刚讲的这部分 好吗